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阶层的角色很特殊 一方面它是俄国的统治阶层 另外一方面在这个阶层中也诞生了俄国最先进的人物和最先进的思想 这一讲我要谈到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也是沙皇 他是亚历山大一士 那么这位沙皇 他曾经带领俄国军队和盟国军队打败了拿破仑 以胜利者的身份走在法国巴黎的乡舍地卸大街上 带领俄国走上了欧洲霸权的巅峰 成为了欧洲的霸主 但同时呢 他也被欧洲人称为是欧洲宪兵 在这里呢 宪兵当然是一个贬义词了 那么我们还是要从亚历山大一士的身世说起 亚历山大一士是叶卡吉里纳二士的孙子 他的父亲呢 是沙皇保罗一士 亚历山大一士是1801年登上皇位的 但是几乎从他登上俄国沙皇皇位那天开始 就有一个恶名伴随着他 那就是弑负者 也就是谋杀侵妇者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恶名呢 我们话要从头开始说起 1796年 叶卡吉里纳二士去世 那么在长期等待皇位 已经年满42岁的保罗一士 终于呢 继承了皇位 他的儿子 19岁的亚历山大一士 被封为皇位继承人 1801年3月11号的晚上 在俄国宫廷里 发生了一起宫廷政变 在政变中 沙皇保罗一士被暗杀 那么历史文献证明 尽管这次政变 不是亚历山大一士 就是保罗一士的儿子 亲自发动的 但是呢 他事先呢 准确地知道了这个密谋 当听到父亲保罗一士死讯之后 亚历山大一士大为震惊 躲在自己的行空里面 嚎啕大哭 不肯出来见众人 结果呢 密谋行动的总指挥巴林 走进来 对亚历山大一士不客气地说 够了 别耍孩子脾气了 赶快去登基吧 就这样 亚历山大一士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新傻皇 那么他执政之后 他宣布 他要按照法律和英明的奶奶的心愿 那就是叶卡吉利纳二世的心愿 去实施统治 亚历山大一士执政之后 要处理的一件要物 就是与法国 以及被称为叫科西加怪物的拿破仑的关系 因为在1789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 原来对法国文化和启蒙思想 夜宫好龙般喜爱的叶卡吉利纳二世 才大梦方醒 俄国就加入了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法联盟之中 但是第一次反法联盟和第二次反法联盟 都是连战连败 那么亚历山大一士继位之后 不得不与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签订合约 1807年7月 法俄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 又称提尔西特合约 条约对于法国和俄国来说 是一个瓜分欧洲的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 暂时的调解了法俄之间的矛盾 但是不能根本来缓解两国之间的矛盾 那就是这个时期的俄国 在欧洲的国际地位正处在上升时期 它想要获得欧洲的霸权地位 至少是在中欧和东欧的霸权地位 自然与拿破仑和在欧洲处于霸权地位的 法国发生了冲突 1812年夏天 拿破仑 率领61万大军 在6月12号渡过了涅曼河 向俄国不宣尔战 于是呢 俄法战争爆发 那么这场战争呢 被称为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卫国战争 如果大家看过列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这部小说或电影的话 那么会对这场战争呢 是记忆犹新的 然而呢 半年之后 拿破仑就丢下法军残佈 狼狈的和秘密的 于1812年12月回到了巴黎 法军在这场战争中呢 获得了惨败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法国军队可以纵横欧洲 横扫欧洲 但是在俄国却遭到了惨败的结果呢 这里的原因非常多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拿破仑军队之所以在欧洲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是因为它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是把自由民主平等不爱的思想带到了欧洲 在一定程度上 也得到了欧洲一些国家的老百姓的欢迎 但是它进入俄国之后 战争的性质呢 实际上是发生了变化 就是由原来带有正面意义的战争呢 变成了一个侵略的战争 尤其是法国军队进入欧洲之后 那么它所到之处都是对当地的老百姓 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那么激起了民愤 那么俄国的老百姓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率领之下 就发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从而打败了法军 那么1814年3月19日凌晨三点 失败的拿破仑派出的谈判代表 在俄国人起草的投降书上签字 当天中午10点 亚历山大一世骑着拿破仑 送给他的那批名叫埃克利普斯的灰马 在反法联军的总司令 奥地利的陆军元帅 施瓦钦格公爵的陪同之下 进入了法国市区 这可以说是18世纪初 彼得大帝大规模的推行西化和欧化改革以来 俄国的沙皇第一次 不是以法国文化的仰慕者的身份 而是以法国的主人的身份 以法国的征服者的身份 走在巴黎的香舍利谢大街上的 这表明亚历山大一世和俄国政府 在欧洲外交中的影响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1814年6月2日 法国的占领者亚历山大一世 接受了英国牛津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证书 表明俄国的沙皇呢 也受到了英国人和英国政府的仰慕 然而呢 这位沙皇和他的祖母 叶卡吉利纳二世极为相似 当他亲身感受到了 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和政治压力之后 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政治的转向 也就转向了保守 那么亚历山大一世 他积极的加入了新的反法联盟 并且在战后 积极主张以正统和神圣的原则 来恢复被拿破仑所打碎的欧洲的疆界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扮演了镇压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警察的角色 所谓的欧洲的宪兵 因此呢 英国的诗人拜伦 曾经猛烈的抨击亚历山大一世 说他是反动于崇尚武力的独裁者 在1812年魏国战争之后 在俄国的贵族中出现了一个革命的群体 他们自称自己是1812年的儿子 因为呢 他们都是沙皇禁卫军中的高级和中级军官 他们都是1812年战争的参与者 在1812年抗击拿破仑大军入侵俄国的战斗中 他们曾经响应沙皇的号召英勇的作战 直直把法国军队赶出俄国的领土 那么在随着俄国军队远征西欧的过程中 所到之处都是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 那么他们闻到了自由民主平等 不爱的清新的空气 呼吸到了真正的自由的空气 他们感受到了人类的尊严 那么当他们把自由的法国 自由的欧洲 与深厚的不自由的俄国 独裁专制的俄国 做了一个比较之后 他们感受到了俄国的落后 那么1822年8月 由禁卫军上校穆拉维约夫 建立了一个北方协会 那么这个北方协会 它的主张就是主权在民 要把推翻沙皇政权 废除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823年 在俄国的南方乌克兰 建立了一个南方协会 南方协会的领导人 同样是禁卫军的上校比斯特尔 那么他起草了一份文件 叫俄罗斯法典 那么这部法典宣布 人本来是生而平等的 因为任何人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而生的 任何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么俄罗斯法典也强调主权在民 主张推翻俄国的君主制度 在未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 那么南方协会 北方协会的主张 尽管有所不同 但是在推翻沙皇政权 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方面是相同的 他们相互约定在1826年的春天 发动起义 也就是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离开 彼得堡到南方去巡视的时候去刺杀他 然后再分兵进军彼得堡 迫使俄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疏命院宣布召开立宪会议 来决定未来的国家是实行君主立宪制 还是建立共和制 但是事件的发生远远超出了12月党人的计划和预料 1825年12月1日 在俄国南方检阅军队的亚历山大一世沙皇突然病逝了 由于当时的通讯方式非常古老 八天以后 沙皇突然驾崩的这个消息才传到首都彼得堡 于是宫廷内部出现了一片混乱 而这些贵族军官 他们决定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形式 赶在新沙皇 就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 尼古拉一世继位之前发动武装起义 然而呢 这个新沙皇尼古拉一世 在几天前呢 就已经从密探那里得到了 这些贵族军官准备发动起义的计划 他早在1825年12月23日晚上 就已经宣誓救人沙皇了 随后呢 他就以沙皇的名义 从彼得堡各处调集军队 来包围十二元党人 就是这些青年贵族军官 他们准备发动起义的书密院广场 那么这场起义呢 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 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 成立由国务会议 书密院和东正教会 组成的最高法庭 对参加起义的人进行审判 判处比斯特尔 穆拉维约夫等五位主要的起义领袖 绞刑 那么有数千参与起义的这些青年军官 和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地 那么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名词 十二月党人 这个称呼呢 就是对这些组织和参与这次起义的 这些青年贵族军官的称呼 因为呢 这场起义是发生在1825年的十二月 那么就把他们称作是十二月党人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 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执政的24年 俄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呢 都进入到了历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 一方面呢 是极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沙皇专制制度 与结构多元职能广泛的现代官僚制度并存 另外一方面呢 是传统的贵族等级制度 与新型的公民身份制度并存 因此呢 在19世纪初的俄国 形成了独裁制度与官僚体制 贵族政治与公民国家的一个奇异的结合 在我看来 这时候的俄国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的部分的特质 我们下一讲的主题呢 就是踏着十二月党人鲜血 登上了沙皇宝座的新沙皇 尼古拉一世和他的统治 他统治俄国的三十年 被称为是俄国历史上黑暗的三十年 好的 这一讲呢 就讲到这里 我是张建华 再见